想要请谦哥帮我们解读一下 因为最近有一个大事儿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这次两会的议题当中 有一点忽略了 就是看到中国竟然 很罕见的要军援马尔代夫了 之前大家都知道了 印度是让马尔代夫是让印度 你赶紧撤军啊赶紧撤军 5月10号之后就不要再在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就在同一天 马尔代夫的国防部就宣布说 和中国政府签署了 关于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个协议 并且明确指出这个协防是免费的 没有更多细节 但是就有当时签署在旁的官员表示说 是涉及了一些武器装备 以及军事训练 同时我们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 我跟大家整理了 马尔代夫大概的一个军队数量是3000人 主要装备是有一艘印度的二手炮艇 排水量是260余吨 还有一架波音海上巡逻机 还有两架通用直升机和多艘巡逻艇 可以说是不具备一个军事实力的 当然他们俩签署中马两国签署这个军事协议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印度海军会在三枚圈起来的地方 拉克沙群岛的南边的建造一个 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 这个军事基地距离马尔代夫只有100多公里 军事基地的名字叫做 甲塔游海军基地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立刻看到中国罕见的军援 马尔代夫了 我想请千哥帮我们解读一下 是不是中国告诉我 你选择了我 我也选择你成为了一个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此时此刻别人监视你 我就要挺你 那么对于中国长远期在印度洋的利益 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呢 这要从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出发 中国如果不具备有这种财政大国 工业大国或者是军事科技大国 还有就是海军空军的大国的能力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你这些很多的小国 他就不太敢选择跟中国大陆 做一个最紧密的伙伴关系 因为他会害怕被周边的这些强权 或是国际的强权欺压 他们会害怕会恐惧 所以你看过去在中国大陆 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尤其是紧贴的中国大陆的国家 会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 军事的合作关系 可是绝大部分的国家 包括泰国在内 他们都跟美国甚至新加坡 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建立紧密的关系 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 那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其实未来如果假设有一天 有一些验证 证明他在实战中很能打 他的武器非常好用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会让全世界190多个国家 会对中国大陆有更大的信任 那当他更大的信任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摆脱被地方强权的霸凌 他们也可以摆脱被国际强权的霸凌 他们就有更多的 就是各地结交好友的这个权力 他们本身的自主权的空间会扩大 我指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马来西亚 您知道马来西亚的首相 那这次到澳大利亚已经第二次了 他说我们的安华 他说我们很愿意跟美国欧洲 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跟中国大陆 也同样的建立很好的关系 那你们不要胁迫我逼我 你们不要逼我一定要选偏战 我们不像你们一样 我们一点都不想选偏战 那他就讲到 大陆是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大陆是他的最大的投资国 其实马来西亚也看到 中国大陆的军备军事科技 还有军事产品 其实也已经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站出来 直接跟在爱曼尼斯的记者会中 就打脸爱曼尼斯 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告诉中国大陆 也告诉全世界说 在这一次的峰会里面 爱曼尼斯给我施加压力 那他有可能会穿我小鞋 挑拨我跟你的关系 所以他公开的就打脸爱曼尼斯 说爱曼尼斯澳大利亚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表面上要跟中国大陆建立好的关系 而且邀请王毅去澳大利亚访问 他背后一直在插你的刀 他要我们马来西亚选边站 选站在他那边去对抗中国 但是我已经告诉他 我不愿意对抗中国 那这个难道不就是直接打脸这个吗 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安法敢这样做 敢这么说 能够这样做 那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好 我们来看看您刚讲的马尔代夫 因为这个牵涉到印度 印度对于他周边的国家都是不友善的 不管对于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巴基斯坦 对于孟加拉 尼泊尔 布丹都是一样 很不友善 因为他认为他是南亚的霸权 那他认为霸权国家就必须要去欺凌周边的国家 那过去周边的国家确实也都是被印度欺凌 就巴基斯坦跟他对抗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被霸凌 可是今天这些国家有选择权了 因为他们有中国大陆可以选择 所以您看到了斯里兰卡也顶住了印度的压力 跟中国大陆建立的比以前更紧密的关系 尼泊尔 不断的在摇摆中 可是您也知道摇摆的意思也就是 就是跟以前只能一面倒向印度不一样了 那不单您看也是一样的情况嘛 所以都变了 这个时候马尔代夫也变了 因为马尔代夫要活下去 要生存下去 马尔代夫不能够再一直被印度这样霸凌 第一个马尔代夫面临的是国家会灭顶的危险 为什么 气候一直暖化 海水一直上升 马尔代夫还有几年 他很有可能国就会被灭了 被灭是会被大自然吞没 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需要基础建设 他需要像荷兰一样 跟海争地 然后要跟天气争它的生存权 所以我觉得马尔代夫是 我们知道他是很美丽的一个岛屿 但是他也是一个处境很危险的一个岛屿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是有可能会被灭掉 那他怎么办 他需要中国的基础建设来帮助他 第二个他要发展 他要经济发展 他知道他是小国 他知道他周边的这些大国对他都是在利用 印度是如此 美国英国也是如此 他们都只是在利用他 然后他们没有要帮助他的生存发展繁荣 那中国大陆可以帮他做到 所以这个新的总统 他在选举前的时候 他就要印度人滚出去 他们要更加的拥抱中国 要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好那你看他获得人民的支持 印度莫迪就翻脸了 那印度莫迪的做法 先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故意的跑去马尔代夫旁边的一个小岛 就印度的一个小岛 然后他去穿潜水衣 然后下潜水 然后带了一组人来拍个POMO 然后拍个MV 然后我要 他等于是要抢马尔代夫的生意了 严格上来讲就是这样了 他就是要把马尔代夫的经济打趴 对不对 他的目的在 所以这是他第一手 看起来是和平的 其实是在发动一场经济的歼灭战 要把马尔代夫的经济打趴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原本就有一个军事基地 你刚刚讲的拉克群岛那个地方 原本就有一个海军基地 他距离的是258公里 可是这一次 他们设的是第二个海军的军事基地 距离马尔代夫就100多公里 那这样的话 就给马尔代夫的国家安全 施加很大的威胁了 为什么 因为马尔代夫对印度 不会构成任何安全上的威胁 因为他太弱太小 人口太少 军队太弱 军队没有武器 国家太穷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印度 小的别小 但是你看印度 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 这么近的距离 那么设置这个海军的军事基地 所以他随时有可能去骑袭 或是夜袭 或是把马尔代夫并吞 或是把他占领 都有可能 或是派军队把这个政权推翻掉 都有可能 因为印度莫迪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他是敢杀人的 你看他在他的统治内的时候 杀了多少跟他一天不一样的人 你也看连跑到加拿大跟美国的 这个席克组的印度人 印度一的加拿大人跟美国人 他造杀不一样 没错 所以这个人是很敢杀人的 跟他的宗教信仰是完全没关的 都完全背领的 那这样的情形下 中国大陆伸出元首 我觉得中国大陆伸出的这个元首 来得很及时 对马尔代夫来说的话 他也得到一个安全的保障 但是现在是考验的就是 中国大陆一旦伸出元首 就要确保马尔代夫的绝对安全 谢谢 谢谢大家